谢霆锋对姻缘时许的两个愿望都落空了 传闻2006年的时候 谢霆锋曾跑到云南某地刻下了一块姻缘石 希望和张伯芝长长久久 没想到后来照片们爆发 谢霆锋领了一顶有颜色的帽子之后 不得不和张伯芝离婚了 后来好不容易和年少的爱慕的王妃复合了 可是几次求婚都被王妃拒绝了 哪怕跑去姻缘石下面求四面佛也没用 虽然一块石头没啥用 不过也能看出谢霆锋对于张伯芝的爱是真的 对于王妃的爱也是真的 当年谢霆锋和王妃在一起的时候 谢霆锋被质疑是移情张伯芝了 但是后来谢霆锋坚称分手原因和其他人无关 王妃嫁给李亚鹏 谢霆锋娶了张伯芝 好像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看谢霆锋在婚内完全不乱来的样子 也没有任何过界的绯闻传出来 看样子是真的想要和张伯芝过一辈的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谢霆锋被张伯芝骗了 毕竟最开始张伯芝满眼都是谢霆锋的样子 这话谁不敢动 可是后来照片门事件的爆发 不少人都因为张伯芝身上的一个纹身质疑 是否是婚内出鬼了 而且张伯芝好像还别有心机的 在结婚之前就签下了协议 无论将来因为什么原因离婚 孩子都必须归他所有 这下子让谢霆锋看清楚 张伯芝并不是他想象中那个专一的人 所以才毫不留情的抽身离去 想来谢霆锋的性格就是这样 爱的时候是真爱 不爱了就马上离开了 后来恰好王妃也和李亚鹏宣布离婚 估计是年轻时候的爱恋又回来了 最开始他们复合的时候 时常有婚讯和怀孕的消息传出来 想来按照谢霆锋的想法 还是要有一个婚姻的 不然也不能传出多次向王妃求婚的消息 但是王妃显然因为两段婚姻的失败 并不想再婚了 当初王妃对谢霆锋也算是真爱 19岁的谢霆锋被众人嘲笑时 王妃敢直接拉起他的手 不知道什么原因 让后来的王妃没有了当初的勇气 也不怪如今谢霆锋和王妃频频被传分手 要是两人结婚了 想来谢霆锋一定会光明正大的秀恩爱 但是无名无分的 他们对于这段感情 好像更像是一种无所谓的状态 走一步算一步 想来也是只要结婚了 才会好好去经营这段关系 关于此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觉得一对情侣一直不结婚 只谈恋爱会长久吗